东沙岛上常住人员200人,建筑物30栋,但只有海洋国家公园管理站有污水高级处理在回收设施,其他建筑都是简易处理后就排放渗入土壤中,或直接流入大海。 内政部营建筑和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人员10月间前往勘察后,计划设置达到二级排放标准的污水处理设施,解决东沙岛污水处理问题,进一步维护东沙环礁生态环境。 东沙环礁在南海中,民国79年由高雄市代管,是高雄市骑京区中心里的一部分,地形完整。 高雄市水利局表示,东沙环礁包含礁台、细湖、沙洲、浅滩、水道和岛屿等特殊自然地形。 海域生态系统有如海洋中的热带雨林,由缤纷珊瑚群,巨建构复复杂的海洋漆的,有独特的珊瑚礁鱼类,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也有柠檬沙出现,是完整的海洋生态系统。 96年间东沙环礁被政府列为全国第一座海洋国家公园。 目前东沙岛上约有30栋设施和建筑物,常住人员200人左右,银建署和水利局人员前去勘察后得知各栋建筑物的污水处理设施。 只有管理站采用高级处理并回收再利用,其余都是简易处理后即排放渗入土壤中或流入海域,既影响岛内生活环境更污染环礁生态。 为了解决东沙家庭污水问题,银建署和高市水利局勘察后延商师做污水处理设施。 水利局相关人士说,东沙环礁是国家海洋公园,东沙岛行政级在高雄市海洋公园管理处要委托高雄解决东沙岛各建筑物污水排放问题。 这趟勘察后初步认为收集污水后采高级处理回收的水用来浇灌或洗车工程费盖估约5000万元,由高市府争取纳入第二期前瞻计划补助。 如果争取到经费发包施工,可能需一年才能完成东沙岛上的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 东沙国家公园行政中心系研究站涂高雄市水利局提供分享。 为保护东沙环礁生态。 政府规划在东沙岛做污水处理系统图高雄市水利局提供分享。 东沙岛海路交接处的自然。 生态图高雄市水利局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